就是有几个 但是我刚讲 你可以把这个手机号码 这三个栏位怎么样 先选三栏 Ctrl 向下 Delete 掉 不对 Delete 掉 这个我是用 function 那我可能怎么样 我需要用什么 用 VBA 这个栏位输出好了 输出完之后 也许我可以怎么样 我可以把那个用门号 因为如果用公式的话 可能就会挂掉 因为我来源是后面的 有没有用公式 用不同的公式 用那个数据 把后面这三栏给Delete 掉 如果说我要变反过来 这一格变成三个 刚刚是三个变一个 现在是一个变三个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 资料里面常常都是分分合合 所以我发现 教来教续的翻译里面 都是分分合合 我们现在教的都是 单个工作表的分分合合 我进阶后面会讲的是 多工作表的分分合合 就是大量范围 很多工作表 一下子马上全部合并在一起 一下子又马上分割 按照你要的类别 自动分割完成 马上你要什么资料就有什么资料 为什么你要做报表 你可以针对某个日期 或者某个部门 或者某一个人 做快速的做报表 那怎么办 你要需要快速的拆解资料吗 如果你要全公司的 你就要快速合并所有部门的吧 你如果不过你就变成 你要慢慢再复制贴 复制贴 复制贴 或者贴吗 对 所以 资料的分分合合 也许可以详详看 这个是 资料怎么样再把它拆解 这个也许自己在练习过 那后面的话 请各位再开另外一个题目 后面这些都是分分合合的练习 哪一个呢 也许先从再 简单一点的 因为后面有一些太困难了 OK 可能会需要花很多脑筋 你们可以先找151这个 请各位把151这一道题打开来 然后先想想看 这个当然上面有公式有答案 你就先把它删掉算了 就这样 A栏的资料 我只需要什么 刮壶里面的资料 放到这边来 也就是说我需要的资料就只有刮壶 OK 以前如果你不会用对的方法 你可能用复制贴 这边的话就这样 复制贴 复制贴 OK 不对啊 如果资料的话可能一百万笔 复制贴到封掉 还贴不完 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快速完成这件事情 一样 请各位想想看 比较涂白院纲 第一个 至少里面有函数 有没有什么函数 可以完成 至少会有三个函数 第一个你可能用fine函数 fine有没有 fine什么 fine前刮壶的位置 fine后刮壶的位置 再用什么函数 用mid mid刚刚之前用过 mid就切一个函数 从它找到前刮壶的位置 向下推一个 向后面一个字 d有没有 然后到哪一个 到后刮壶前面 到那个什么呢 前刮壶的中间这些资料 不要 但是有一种状况 里面如果没有刮壶的话 它这个fine函数会出错 那怎么办 用一个叫过滤错误 就是把错误讯息拿掉的一个函数 叫if-air函数 三个函数可以完成 有点困难 这题又比刚刚那一题还更困难 第二个 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变VBA的话 怎么做 OK 所以我们暗幕就班的来看 OK 所以这个也算是资料的拆解吧 因为是从我要的资料里面的部分资料 取得到我一个新一个栏 它这些还蛮多 我看每天同学问的问题都是类似像这种 因为它如果不会的话 它就是得要怎么样 做到下班还做不完 对不对 但是它会的话 会的人真的很快 两下都做完了 差距效率 可能以没有办法用那个实际上来估算的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一个公司员工 每个人都会写VBA的话 哇 那这家公司不得了了 两下子就 事情就搞定了 尤其处理 像我觉得像保险公司 像那个银行 有没有 或者是像金融产业 Data那么多的 如果不会这些东西 可能它真的要下班 就是这些很困难的事情 OK 其他的话还有哪一些题 像这个瓜糊一个对 后面如果你有还有兴趣的话 152 还有变成什么 三个瓜糊 一个瓜糊就头痛了 三个瓜糊 所以这个答案在这里 提出了 你可以把这个范围 请我编辑一下 这个把它拿掉 OK 这个也是152 然后还有什么呢 后面其实还有蛮多题的 后面更困难 请各位先试一下这一张 画面先还给各位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待会再来看 先151这一题 就把瓜糊里面的资料 把它截取出来的方法 OK 不是图法链鱼钢 然后 先想想看有没有函数 我刚才提了三个函数可以解决 第二个呢 怎么用把它改成VBA VBA这个地方 刚才我就不录制聚集 因为录制聚集 好像感觉其实就那几个步骤 OK 这也做得出来 只是说好像比较没有意义 反正就差不多就录制动作 你有办法把它用我们今天讲的VBA 写出来 OK 试试看 待会我们再来解这一题